好的咱们今天呢就来深度使用一下咱们的新款的水槽磨刀架 然后呢顺便再给这个刀改个人啊 看一下他目前的这个二次刃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咱们今天的一个目的的话 就是要把它的二次刃磨掉重新看一个刃又刃 这个水槽的磨刀架呢 它的安装也特别的简单 就好比这种正常的水箱水槽或者是水缸一类的 最外侧的两个滑块 这个滑块以及这边的这个是固定在水箱上面使用的 就是这样 然后扭动这两个旋扭螺丝 把它控制好角度 这样卡住 然后另一面呢也是同样的情况下 确定卡住后把它给拧紧 然后是这一面 拧紧过后呢 咱们确认一下它的这个松紧程度 然后就是磨刀子弹 这块是莫滚的280V 然后呢已经泡好水了 咱们可以直接使用 使用的时候呢把磨刀石放上面调节到了 找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过后 把这个旋扭拧过来了 把它给拧紧 OK就像这样 还是这个钢子不太平均 OK现在呢 这个平均度就已经非常OK了 然后就正式的开始研磨 顺便讲一下这种 打磨掉二次刃的一个办法 看到吗 它的这个刺润是特别明显的 所以呢 咱们在研磨的时候 基本上就要贴着这一个面膜 贴着这一个面 一直把这个二次刃的这个 刃区给它打磨掉 所以整个耗时的话是 比较长时间的 在研磨之前呢 可以先确认一下磨刀石是否有找瓶啊 如果没有找瓶 咱们还需要用 金刚板或者是修正时把它给找瓶 找瓶完成过后呢 它就可以确认一下瓶 OK因为它的尺寸的话是二次刃的 所以咱们在研磨的时候 可能就要分两关模才能搞定 磨掉它的这个二次刃的话 实际上也是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咱们现在平贴底纸过后 这个任别平贴底纸过后呢 然后咱们用力就用在这个平贴上 就用力了 用力就用力了 用力放入 그러면 zam出来一口 我不是可以 Portland 把它拿起来 确认 我们就能把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基本上已经搞完了 虽然颜毛的效果不是特别好 但是咱们的实际测试的这款水槽磨刀架 这二八仅仅是好用 我然后磨了一锅 磨了从200多开始 磨了三个多小时 磨了三个多小时 现在是依然稳如老狗 但是用大刀板 大刀板提高一下 这个光洁度吧 对 磨叮 这一套 鲤露 在哪有更多的水槽 但是水槽 尽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